我这个地方我就想要去放一张图片 放一张跟课程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我在里面并没有放什么 例如说时间啊地点啊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插入图片 然后接下来在我第一次叠击 Publish 2017这边把这张图片插入进来 然后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你看现在连整个框都变成什么了 红那个紫色 请问当你看到红色看到紫色 你应该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好像就是有问题嘛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今天我这样子覆盖过去 有看到哦 它就不会有那个紫色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物件 可能要稍微往上移动一点 不然下面内容看不到 那我就把这也往上移动文字 文字往上移动 然后大致上就先排成这个样子 可以吗 就是我是不是有标题 四标题或者一些说明文字 再来有图片 可以哦 一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大概就完成 变成是这个样子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所以请你现在用插入图片的方式把那张图片插入进来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一个完成的海报储存起来 所以档案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你第一次存档你选什么 储存档案或另存新档出现的画面是一样的 那因为预设它叫出版物多少多少 -publish 所以这是预设的名称 代表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储存 所以我们点储存档案 它会出现 点了储存档案 它也是叫我们到另存新档 然后接下来 流览 这应该是我的 就是主题 是我自己定的 所以应该叫做什么 那个直播教室海报 通常我们在定义一个名称的时候呢 真的请各位至少要两个以上的关键字 什么叫关键字 因为我是一个电脑的电脑教学嘛 电脑教学的海报 这边就两个关键字了 好 这样会让别人看得比较懂 那再来最好就是加上日期 知道说是什么时候制作的 所以2017-1124 然后点选储存 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档案存好了 好 那当然这些东西是都不需要的了 来请你们先把这个范粒 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下课休息 10分钟